如果要用三个法语形容词来形容你自己 你会用上哪些形容词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我非常喜欢的法语形容词 看看你可不可以用上 si vous êtes prêts, c'est parti 首先 他的意思和 que很相似 表示欢快的,愉快的 有好的,有善的 他可以表示一个人是充满活力的 有好奇心的 他表示乐观的 慷慨的,大方的 naive,天真的,单纯的 passion,有耐心的 接着 creative,有创造力的 authentique,真实的 他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真实,不做作 sociable,善于社交的,善于交际的 souriant,爱笑的 sincere,真诚的 respectue,尊重人的 perseverant,有毅力的 坚持不懈的 savant,博学的 humble,谦虚的 spirituel,有灵性的 完了,你有没有掌握这些单词呢? 最后,如果你是一名法语初学者 或者想开始学习法语 我推荐你可以看我的法语流利说三步走 在上面会对法语所有的发音进行系统详细的讲解 并帮助你掌握法语中所有重要的语言点 使你可以开口流利说法语 大家可以点击置顶 给你的链接了解更多 最后呢,不要让你点赞并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很快下个视频见 Ciao